吉娜用一张清白的履历告诉龚新亮 能嫁给世界级钢琴家朗朗 不仅需要好身材 更需要得到朗爸爸的认可 2019年朗朗正式官宣于美娇妻吉娜的恋情 当初朗爸爸的那句非皇室公主不娶 如今也得到了验证 毕竟当年就连神仙姐姐刘亦菲她都看不上 曾经朗朗父亲接受采访时曾说 演员刘亦菲正在追求自己儿子 这番言论很快引起轩然大波 无奈之下刘亦菲只好出面澄清 短短几句话堪称大快人心 尽管如此 自认清高的朗爸爸 依旧觉得只有皇室的公主才能配得上朗朗 朗父对儿子的掌控欲有多强 不仅干涉朗朗谈恋爱 就连当初朗朗选择钢琴这套路 也是被爸爸给逼出来的 当年朗朗没有考上音乐学院 朗父直接对孩子破口大骂 甚至直言这是一件很羞辱的事情 最后还用了很极端的方式 那就是让朗朗在扶药自杀和跳楼中学 由于朗爸爸这种夸张的教育方式 不仅让孩子成了世界级的钢琴家 也让朗朗成了一个什么都听爸爸话的好孩子 当年朗朗对年轻貌美的龚新亮一见钟情 由于父亲的反对 朗朗只好对这份感情保密 俩人多次被媒体派到秘密约会 女方甚至陪着朗朗飞往世界各地演出 尽管龚新亮已经忍气吞声做地下女友 终究还是敌不过朗爸爸的反对 毕竟她与皇室公主比起来相差甚远 朗爸怎会找一个艳星出道的儿媳妇呢 直到看见朗朗将身材火辣的吉娜取回家 我才知道她还是那个只注重身材的钢铁之男 这个身材面容极佳的妙龄少女 就是朗朗小12岁的娇妻 2019年朗朗刚宣布结婚照就引起轩然大波 网上立马出现吉娜就是加强版龚新亮的说法 因为吉娜这火辣的身材 与年轻时候的龚新亮如出一辙 吉娜出自钢琴世家 就算不是皇室公主 光凭这张清白的履历就甩了龚新亮几条街 而朗朗能将年轻貌美的吉娜取回家 并不是她的死缠烂版 而是吉娜的三生有幸 当年吉娜为了能讨朗朗朗父母喜欢 不仅苦练汉语学习中国社交礼仪 甚至将贤妻两母四个字发挥到了极致 她对朗朗的爱可以用疯狂来形容 当夫妻俩一同现身机场被拍摄 瘦小的吉娜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朗朗则双手插兜潇洒走路 在综艺节目中 朗朗只说了一句想吃桃子 吉娜立马去洗好还拿纸包着递给老公 不仅如此 吉娜承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活 做饭洗碗打扫卫生样样精通 朗朗压根就没有帮忙的机会 而吉娜之所以这么体贴入微 一方面是因为爱情 另一方面则是朗朗那双珍贵的手 由于买了巨额保险 吉娜不让老公提重物 吃桃还担心上面的绒毛会扎手 就算面对朗朗那臃肿的身材 吉娜也能开心地夸赞她娇笑可爱 这并不是吉娜刻意地秀恩爱 而是她真的把老公当成了儿子宠 吉娜这引以为傲的好身材 刺痛了多少已孕妈妈的内心 自从吉娜跟随朗朗来到中国发展 除了在综艺上大方秀恩爱 还大肆炫耀那个比别人头尾还细的腰 参加综艺时 吉娜不仅一脸自豪地上演反手摸腰 甚至去定做旗袍时 为了凸显自己的好身材 不停地叮嘱老板腰部要再弄小一点 就差向全世界宣布我身材很好 虽然吉娜的身材为自己带来了不小的热门 但过度营销往往会适得欺负 2020年已经怀孕7个月的吉娜参加火候 不仅穿着一套小马的礼服裙子 甚至直言自己怀孕后腰没有什么变化 而作为丈夫的郎郎也是一脸自豪 就是这几句凡尔赛的发言 立马得到了人民日报的官媒批评 孕妈妈本身就很辛苦 而宣扬西腰运步就是一种激情神秘 反观作为超模出身的西梦瑶 在讲述自己怀孕时的艰辛则引起了大家共鸣 西梦瑶直言自己生完孩子后 由于蓬骨打开浑身都有种散架的感觉 而她的脊椎也是严重受损 竟比打星出身的吴京还要严重 就算西梦瑶作为豪门扩台 拥有最豪华的产后护理和修复 也弥补不了生孩子造成的身体损失 所以当吉娶在大肆炫耀怀孕 还拥有好身材时 才会遭到网友们的反感